恭喜 李洋前一陣子从奥运拿到金牌赞誉归国 那么他将来会在我们国立体大担任副教授 我们桃园一直在宇宙上面非常不予力地在推动 有他回到我们的国立体大以后 我相信我们在宇宙的推动上面会更有力量 公仔有没有觉得很可爱很像你 我觉得我刚刚自己看觉得蛮像我蛮可爱的 等一下我就放回家里 那有没有关系老大党王麒麟的比赛 还有在日本的公开赛 你有什么建议或看法吗 他今天的比赛我只有先看到成绩 但我晚点才会去看他的比赛影片 因为我知道目前今天是不幸落败 那晚点再看一下他的比赛内容 再跟他分享 因为他这两天都有跟我联系 他大家都跟你联系些什么 我们聊天嘛 我们就聊天 他会很紧张吗 紧张都不会吧 因为他也打这么多国际赛事 然后只是今天刚换一个是 那毕竟会有磨合戏 那当然也希望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这些都以宇宙的身份 这是以副教授的身份 对未来会不习惯吗 其实国体大已经聘我大概快两年了 那当然这阵子也当然一直有有帮助我们学校的学生去做一些生涯发展 跟一些我觉得副教授的身份目前当然还是没有这么熟悉 但我希望说我可以在这个职位上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然后也希望说可以推动宇宙 有没有希望怎么推动 目前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宇会 所以我还不确定说 怎么可以 怎么跟市政府这样配合会不会更好一点 对还是要有等一下才会知道 我想在推动上面 因为李洋只有一个人 那么可能还有另外一位宇副教授 我们桃园要推这个宇宙普及的话 从小学开始的师资 是非常非常需要培养 所以他们应该是我们学校里面 推动宇宙老师的老师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用这种角色定位 才有办法把我们的这个师资 很快速地再把它拉抬上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